健康的問題,中醫角度如何做到治療病呢? 如果已經有些損傷,其實我們養生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 不需要氣餒,覺得現在很累,怎麼辦呢? 其實你都可以慢慢用剛才我說的幾個方法去調節自己 然後以後持之以行,因為我們都要有行心才可以堅持養生之道達到養生的目的 可能之前吃東西吃得熱氣,不要緊,現在我們要廣告正氣和拘除邪氣 在此,謝謝文小姐,謝謝 好